奇形僵尸已经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先锋队的盾兵不敢示弱 他们勇猛地冲进了僵尸群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僵尸一扑而上 这些盾民看来再劫难逃 我们同时还看到这些西式僵尸居然有锋利的爪子 他们非常容易地就撕开了盾兵的防守 这时候盾民们已节节败退 看到这种情形所有的僵尸蜂涌而上 最终僵尸们冲了过来 他们蜂涌地冲向了第二批村民 这时候村民技巧手们已经开始了阻击战务 他们疯狂扫射了前排的僵尸 但是战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事情 突然出现了很多红色的绳子 直接打下了我们的村民 然后村民们直接就被拽到了僵尸群里 我的天原来这是青蛙僵尸 红色的绳子就是青蛙的舌头 所有的村民都被沾了过来 就连一些汽车都没有放过 看来经历过第一次失败的僵尸 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看到村民被黏了过去之后 所有的僵尸都扑了下去 这种青蛙式攻击真是防不胜防 看来我们的先锋队伍肯定是全军覆没了 剩下的几只村民也毫无意外 直接被僵尸吞没了 不知道第二方阵能不能阻挡着这些新史教习 先锋队的村民果然是勇猛无敌 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 他们仍然奋起反抗 没有一名村民是脱已缩的 还有几名队员藏在车后坚守阵地 这时候第二方阵的机枪手们开始支援了 由于第一方阵的英雄阻击 牵毁了僵尸群的前进速度 使得第二方阵的机枪手们很从容地进行大面积射击 但是表哥突然发现有一个精英阻击手 他居然站在了阵地的前沿 这个宋斯没什么区别呀 很快 僵尸们已经清理到了路上 他们气势汹汹地直接冲向了我的狙击手 突然间爆炸响起 原来是火箭部队前来增远 很多僵尸被炮弹炸碎 又一放炮弹打在僵尸群里 但是前排的那个狙击手已经被一只僵尸直接打倒了 哎 好可疑就这样损失了一名出色的狙击手啊 对于时间原因 我们明天分解